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攻击是很自然的 这样打球的 是吧 画半圆的 可以 这样挺自然的 不错 但你拉球的时候呢 吃球 拍面吃球 没有一个亮拍的过程 你在就是记球以前呢 拍形没有一个亮拍的过程 你是直接钱币绕了半圆就过去了 等于是把球兜过去的 你拉球是兜过去的 你没有先亮拍 是吧 准备的时候亮拍 准备好 吃住球以后 发力摩擦 你是呢 整个动作呢 是软 是一个速度 一个频率的 没有一个吃球的这个感觉 没有吃球下来的这个感觉 比较软 来看一下 你是这样兜过 球来了以后 你就开始转腰了 没有一个等待球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这就不叫拉球了 这叫兜球 这叫兜球 等待的过程 你看 这个摩擦就强了 准备 摩擦 摩擦 先拉开 等球再拉 我现在来慢动作示范一下 我们拉球的时候 回来还原后 要有一个等待器 手臂放松下来 下来 然后一个等待器的时候 手臂展开 等待这里 再摩擦 展开 亮拍 亮拍 亮拍的过程当中就是等待球的时机 然后 突然发力下来 放松 亮拍 摩擦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波尔 马龙 他们拉球怎么拉的 拉完回来以后 手臂 是吧 放松下来 下来以后 他往身后放 放完了以后呢 他有一个展开的动作 手臂抬起来 展开的动作 把拍形 等待这里 这个时候球还没落台 它已经准备好了 球弹起来以后 回拍了 再来看一下 展开 摩擦 一定要有一个节奏感 拉球的时候 你不能完全是一个节奏拉 一个节奏在拉 是吧 那就成拖球了 你就没有爆发力了 没有对球的充分摩擦的力量了 就发挥不出来了 也就是我们脚和手的配合 你不管是推波还是横波 你下半身基本上没有动 这是推波的 基本上前后用力的比较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